還會 因為那是我們會講 然後就會很驚訝這樣 OK嗎 打烊了 真的要放棄 真的 坤林希望第三胎 首次熱面出席代言活動 這個狀態會不會太好了 辛苦了 恭喜恭喜 謝謝 恭喜你 對 我們基本上 在從家醫院生的那個時候 差不多同一時間 對 差不多同一時間 就先來賺哪一分錢 對 沒事 我也是啊 真巧 謝謝老闆 你可以現場打一杯我吃給大家 好不好 來 而且等到一個孩子長大一點 其實他也可以一起吃 我的孩子才三個月 還早 對 還早 副食品都還沒有 沒想到有一天會跟你在這裡聊 爸媽姐 以前還是個少女人 現在眼睛是三寶媽 前輩你好 前輩 學姊 因為大家那麼好奇 因為你兒子去年來的 就是說把那個公館 老爸的公館都搶了 你自己整理看 我自己的 對 我也跟導演說 我會是 因為他太少了 對 還沒有看過 對 而且我還說 太久了 太久了 我都會懂那種 就是吸引媽媽的感受 我就說 好 我已經超時了 我真的要回家了 對 然後兒子就自己關心了 和平行不可以吃 如果都有聘請 拍拍拍照的時候 對 印象就是公平了 因為拍的是 我前面有前世紀的 然後現在有個 然後我們有個粉絲還 對 那小女兒現在長得像誰 好難說喔 我覺得這哥哥蠻像的 然後我們第一次看到 他圖完整版的 就是他的 他的反應 他還會 欸 那是什麼欸 這樣 然後就會很驚訝這樣 為什麼不願意有 可能因為大家都在 那個環境下面 然後他玩的那個樣子 真的很可愛 然後就想說 把他捕捉下來 然後後來覺得 欸 好好放進去也 滿有感觸的 所以你覺得 有分享跟女生的 他的 電鋼琴的嗎 怎麼樣給他鼓勵 我覺得就是一直在旁邊陪他 然後可能來翻他把 如果沒有鋼琴 就要用唱的 把音符都唱出來 然後如果有鋼琴 就陪在他旁邊陪練 我覺得我在旁邊 他就會坐下 然後繼續把燈彈完 但如果只要一離開 可能就會 欸 也飛走這樣 他會走一種炫濟物線 然後女兒就覺得說 我也一樣 然後就會開始 嗯 因為那天有個很可愛的 就是老師跟他說 鋼琴王子是誰 然後他就說 鋼琴王子不是我爸嗎 這樣 所以他是很以他為榮的 這樣 剩餐完高天的瘦比我多 五公斤有 我覺得他瘦比我多 嗯 那現在已經剩餐幾乎回來了 有一些回來了 有時候就很想吃宵夜 就覺得說 算了啦 吃這個應該還好吧 然後明天再多動一下就好 因為吃宵夜一定要有伴才開始 但是會睡眠說 不要害我 喔沒有沒關係 謝謝 我打烊了 真的瘋 真的要瘋 真的 真的 撐完三個之後就差不多了 對 真的 對 對 我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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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